TVBS娛樂頭條T金鐘 禮拜一又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一樣是代班主持人母步徐雲婷 在這邊跟大家打招呼 同時還有我們的娛樂頭條副總編輯 楊啟鳳 鳳姐 大家好 大家午安午安 不對大家看到的時候應該是晚安晚安了 今天一樣要帶大家聚焦在我們這一次金鐘五九的入圍名單 其實公布之後啊除了聊到遺珠之外 還有非常多當中的人物都是新聞的話題人物 一開始當然要講到的就是不夠善良的我們裡頭的賀君祥 他其實在入圍名單公布的幾個月前 就捲入了社會新聞裡頭 另外還包含了成都事件的林依辰 不過他們都要這次要來角逐這個迷你市地跟事後的 不過鳳姐看這個新聞人物登上這個入圍名單 這個中間的關聯你們怎麼看呢 其實這一次的入圍名單在公布的時候 我們大家就是在事前就已經預測 就說很關注就是看看賀君祥跟林依辰 其實林依辰比較沒有在討論 就賀君祥會不會受到這個案件的影響 可是事實證明在當天公布之後賀君祥是入圍了 那評審那時候評審主委薛勝分也有提到 他說他們是用作品來說話 對不會考慮這些問題 對 所以其實這縱觀這一次來看 我們看不夠善良的我們入圍了13項大獎 很厲害 很厲害 對他跟八尺門兩個就幾乎是 就是勢均力敵 對勢均力敵然後死亡之主 真的 那賀君祥其實這一次 在發生這個社會新聞之前 我在這邊就是大概提一下 就是其實他本來正在拍一部新戲 叫郵票跟舒服雷 沒錯 當時新聞一公布的時候 我們都在追那個製作單位 對 看他們有沒有什麼樣的回應 對 所以鳳姐這邊有一些獨家的內幕 對 就是其實當初就是 他們一直在考慮要不要換腳 因為他們前面也是很相信這個賀君祥 可是因為那個事情一直都還沒有明朗化 對 那他那個私底下 他們劇組是有跟賀君祥那邊 就是希望達成一個完美的共識 因為你知道其實劇組要面對的 不只是未來作品的呈現 他可能還有背後有很多的投資人 還有電視台 然後還有未來的賣富市場 海外市場 所以他們要考量的點會比較多 可是最終這個合作 這個共識是破局了 所以他們勢必要換腳 那換腳其實他有兩個人選 據我所知那時候有另外一個 也是今年也有入圍的 對 和那個張孝全 張鳳姐一講真的好想不知道是誰 不過沒關係我們今天先不講 反正因為他也沒 後來沒演嘛 對 後來他們就是因為有人就是 大概就是大概告訴他們說 哪一個比較覺得可以更更 對 適合最後是選了張孝全 對那我覺得其實像賀軍翔這一次 為了這個戲 你看他就是染了白髮 他以前都是一些偶像小生的形象 出現在偶像劇 那這一次他真的是演技上也有很大的突破 那最後這個官司也是不起訴嘛 所以演藝事業也就慢慢的就可以在路上正軌 我覺得他這次入圍應該是也是蠻大的一個亮點 因為當時編劇導演徐玉婷 是不是其實得知賀軍翔入圍的時候 反應也是很大 對 因為他那時候換腳這個風波的時候 徐玉婷其實有在他的臉書上也有說 就是他全力力挺這個賀軍翔 結果所以在公佈入圍的時候 徐玉婷就馬上又發一個臉書 就是說他是值得相信 然後他也讓他很放心 就是很高興然後他入圍他也哭了 就是看到這整個劇組的一個凝聚力 對 所以也讓很多粉絲很期待到時候金鐘獎 他步上紅毯的那一刻 對 應該也會是大家閃光燈咔嚓咔嚓咔嚓的 我想他自己應該心情也是五味雜陳 對 據我們所知其實金鐘獎前幾天 會有一個公廣集團的入圍茶會 對 然後可能他到時候也會出現 對 所以大家就持續關注TVBS娛樂頭條 不過除了我們剛剛講到的賀軍翔跟李怡辰之外 過去的金鐘獎上有沒有類似這種 新聞話題人物也在名單上面的 有 其實很我們看去年第58屆金鐘獎 其實那時候因為 大家如果印象深刻還有一部戲 叫做人選之人造浪子 其實剛好就是扯到性騷話題的這個議題 然後這部戲在播出的時候 剛好社會上也發生很多類似案件 沒錯 所以大家就把這部劇等於是一個神劇 預言神劇 包括後來賴佩霞也出來選副總統 對 就覺得很神奇 然後 所以那時候他金鐘獎在公佈這個入圍的時候 大家也是聚焦就是因為 所以那時候黃建偉好像也有因為這樣子案件 對 然後閻雅倫 因為閻雅倫其實在去年的那部作品 我願意 其實我覺得他真的是有成長 他的角色有成長 而且表現得很好 評價都非常厲害 對 因為很突破 也是跟他跳脫他以前偶像的形象跟包裝 那最後其實我們都看到嘛 入圍名單這兩個都沒有 雖然當時這個評審主委唐美雲有講到就是說 他們其實是分開 就是不會把新聞事件跟這個 對 新聞歸新聞 表現歸表現 對 可是事實上這兩位還是真的就是沒有入圍嘛 對 還是會影響 那賴佩霞我還記得那印象很深就是 他當時大家有問到說 他會不會跟郭台銘一起搭檔 搭檔一起走紅台 因為其實他就是有在講說 因為他們早上宣布要一起搭檔 就下午金鐘獎公佈 就有一點在趁這個熱潮你知道嗎 要把這個新聞造勢出來 對可是最終賴佩霞本來說他不一定會去 但是他中途還是去參加了金鐘獎 我記得那一天 對 他最後還是有幾 因為我記得他當少王在別的縣 對 參加活動 舞台劇的演出 對然後最後一刻還是到國父紀念館了 對 但是他最後沒有走紅台對不對 沒有沒有他來不及走 真的 真的 去年的金鐘獎真的是超級厲害 就是覺得每一個人也都是話題滿滿 不過講了這麼多話題人物啊 鳳姐 我們都很好奇說 業內人士包括您 資深記者 有沒有覺得哪些人是大遺囑 我覺得今年的金鐘評審的名單是很市場性 然後你也看到很多都是夯聚然後入圍 然後真的是周多生少 然後就是爭多生少 爭多生少 沒關係我們就過去 沒關係啊 大家知道我們要講什麼就好了 反正就是 就是名單有限啦 沒錯 那就很多遺租嘛 我覺得像如果以節目來講的話 胡瓜瓜哥就是一個很大的遺租啊 對 因為他你看他這幾十年來的主持功力 那個機制反應我覺得 像你們主持人應該最能體會這種現場臨場的東西 對 那瓜哥真的很厲害 沒有入圍那如果講到戲劇的話 我覺得今年真的很多遺租 其實這一次的華麗計程車入圍蠻多項 好像九項吧 印象中 然後 然後我覺得裡面 因為他這次李里人有入圍男配角 可是我覺得郭子乾這個男主角 還有劉安順這個男配角 他們都在戲裡面有演出 然後也是詮釋這個小人物的一些辛酸啊乾苦 我剛剛在找資料的時候 對 這兩個人的戲真的好精彩 他們對戲的時候 畫面上現在大家應該等一下就會看到 他們在計程車裡面的那一場戲 我覺得真的 這兩個真的是我覺得真的很大的遺租 尤其順哥 順哥也是金鐘常客也是常常得獎 然後郭哥 郭子乾 他去年就是敗給了陳雅蘭嘛 四弟講他查金入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就是很大的遺租啊 那還有此時此刻的小S啊 因為他這次雖然是 眾藝人的身份來演戲 然後他很多床戲很大膽放得開啊 就是讓人眼前一亮 就是他怎麼可以詮釋著這樣 對 那我覺得我覺得印象 最我覺得最可惜的就是喜翔哥 他在有生之年 對有生之年裡面 我覺得他跟貴妹姐 楊貴妹兩個的搭檔 對戲演夫妻 簡直太生活化了 好好看喔 好好看喔 我覺得我那時候在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不是在演戲耶 我覺得他 我們就在看一個實境 對我覺得他跟楊貴妹 應該都要入圍 那楊貴妹姐已經入圍了 對我覺得喜翔哥是遺租 對我心目中最大的 我覺得他們兩個演起來的感覺 很像就是 我們隔壁的鄰居 對 的爸爸媽媽這種 是 真的很厲害 然後他當中有幾場戲就是 他跟那個小護士什麼曖昧 然後什麼 然後跟他 跟貴妹姐吵架的那些戲啊 冷戰然後做飯做菜 真的好生活化喔 喜翔哥也是這個 常客啦 金鐘常客也常常入圍 然後也得過獎 對所以我覺得 真的太 就是真的嘛 名額太少 然後真的好戲好演員很多 可能評審在全責之下 可能只能這幾位入圍 對 就眾多人選之中 對 但如果大家還沒有看過有生之年的話 我們現在立馬推薦給大家 也在重播好像 是的 如果電視來不及看 就可以到OTC平台去找 很多地方都有 哇 講了這麼多遺珠 會讓人更期待到時候 10月中的時候 會到底是哪些人得獎 對 所以請持續鎖定我們的 踢金鐘節目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還沒講到的議題 所以大家持續鎖定 週一到週五晚上9點鐘的娛樂頭條頻道 當然如果此刻 你還沒有訂閱我們的頻道的話 請你立刻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今天我們一樣非常感謝鳳姐 謝謝 謝謝大家 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